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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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络的这些问题 当然这所有围绕着 这个COVID 依旧的问题 因为 这个大流行 影响到我们所有的 议会的工作 那我们 想多多考虑 你们如何 如何接受 这个 议会 就是正常的会议 转到 这个 线上的 的会议 实际上我们最近 九个月我们议会的 工作变得非常非常大 而且这些 变化让我们 必须要寻找一些新的 传译或者 跟先进的解决方案 我们今天希望 探讨 这些议会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而且他们的角色 是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们对话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因为 议会 他们是 立法的机构 所以 在社会上 在国家的制度上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 每个国家有 有自己的 立法程序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国家 也属于什么国际组织 所以这些组织的立法工作也是重要的 而且 这两者都受到了这个 冠状病的重要影响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我们 我们从技术方面 也可以说 这是 就是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最近我们看到了 多个议会 在一起 讨论我们 我们网络的普及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去年 我们 我们把这个议会 讨论 介绍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论坛 所以现在我们想继续这个叠画 首先我们要谈这个网络如何 如何影响这个议会的工作 而且议员如何能够合理管理这些数据的 数据的周转 而且我们如何能够用这些数据 为网络的未来打建好的基础 我们 我们现在想 继续 而且我想 现在想介绍 经济和社会副秘书长 刘正明先生 给我们 这次 刘先生 现在请你致辞 非常感谢你 Andy 你做这个主持 尊敬的 议员 各位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欢迎到我们的 这个议会 讨论会 而且这也是我们 这个网络之力 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次 这次我们的讨论会 完全是 是 线上做的 因为 我们都受到了这个 冠状病的 影响 所以我们的 回忆都是 都是上线的 我 我想 我在此 想 感谢 德国的 政府 因为德国的 政府上次 首次举办 这个 我们的 论坛当中的 议会讨论会 今年 我们 所有的国家 都受到了 这个 Covid的 Covid大流行的 非常 负面的 影响 而且 这个 影响到了 我们 很多方面的 生活 尤其是 让我们 这个 联合国的 全社区 加强工作 加强合作的 而且 我们必须要 一起 想出 什么最好的 政策 来 治理 这个 大流行 和 这个 时期当中的 网络治理 很明显 每个国家的 议会 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 作用 他们 不只是 对 这个 立法工作 有非常大的 贡献 也是 也是 影响 全球的 福利 而且 就是 可持续 发展的 所有的目标 实际上 都是在 这些 立法机构 的手中 联合国的 责任 也 取决于 每个国家 的 议会 的 工作 我们一起 想考虑 如何 我们能够 一起 发展 网络 而且 如何 能够 保隆 所有 世界的人口 我们希望 这次的 论坛的 结果 我们能够 有更多的 时间的 结果 所以我 鼓励大家 非常积极地 参加 今天的工作 而且祝 这个会议圆 满成功 谢谢 刘先生 非常 非常感谢 我刚刚 有一些 技术的问题 因为我的家 就在 英国的 非常遥远的 一个地方 所以 网络不一定 很好 现在我想请 Martin 中共 给我们 致辞 Martin 首先非常感谢 你作为 今天的 对话 的 主持 我是这个 跨议会的 付出人 女士们 先生们 我非常 我感觉 非常荣幸 有机会 在这个 跨议会的 会议 致辞 而且这是 我们 网络之力 论坛的 一个重要部分 我很高兴 有那么多 那么多 议员 参加 这个 论坛 而且我想 感谢 联合国 工作队 主办 这个 这个 这个论坛 今年很可惜 我们不能 亲身 参加 这个 这个回忆 这个论坛 但是我希望 明年 这个 这个大流行 已经要结束 所以我们都可以 亲身见面 尊敬的 副秘书长 你刚刚 提到了 去年的 这个 网络之力 论坛的 议会 讨论会 而且 上次 我们都 我们见面 在一起 我们一起 讨论 这些 这些 重要的题目 而且 我想说 我的单位 我的单位 感觉得非常 荣幸 能够 支持 这个 这个活动 而且我们 想鼓励大家 分享 这些好的 管理 最 最佳的 管理 因为 这个 这个 论坛 当中 我们的 这个 对话 也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个 平台 我们 希望 支持 保证 而且 我们也 想支持 这个 多利益 有方的 这个态度 我们 我们希望 在我们的 议会交流 当中 我们可以 扩大 我们 国家之间的 信任 而且 在我们 这个 我们的 安卫 的 创新 中心 让我们 能够 对这个 交流 做好 贡献 我们 目前 出于 这个 大流行 而且 这个 大流行 的 的 时间 中 我们 用我们的 单位 的 能力 支持 每个 政府 在这个 非常 非常 有挑战 的时刻 发展 网络 之力 在我们 所有的 民主主义 国家 议会 发挥着 非常 非常 重要的 作用 但是 从 另一 角度 来看 我们 我们 这个 英特尔 网络 也发挥着 非常 重要的 作用 从一方面 它是 非常 非常 有 有 潜力 但是 从 另一 方面 它 也是 一个 可以 变成 一个 危险 的 工具 所以 我们 觉得 议会 的 代表 都应该 考虑到 如何能够 利用 网络 但是 从 第二个 方面 我们也要 考虑到 如何保护 我们的 老百姓 我们的 公民 如何 我们 能够 让他们 避免 这些 所有的 危险 因为 在 网络 也有 很多人 分享 什么 危险 的 信息 所以 我们 作为 议员 我们必须 要保证 我们 公民 所能够 找到的 信息 都是 可靠的 信息 这 就是 信任的 问题 所以我们 希望 这些 议会的 成员 能够 在 建造 民主主义 发挥 重要 作用 而且我们 也希望 我们的 公民 能够在 网络 感觉 安全 我们 必须要 理解 这些 信息 如何 传播 而且 如何 我们 能够 避免 比如说 网络的 什么 打击 黑客 打击 等等 我今天 参加 这个 会议 我非常 高兴 有那么 多 议员 参加 这个 会议 好像 有 六十 多个 议员 参加 这个 会议 所以 我 再次 想 表示 热烈的 谢意 因为 你们 就是 你们 为我们 的 好 未来 斗争 我 希望 这个 这个 论坛的 结果 我们 能够 很好的 结果 我 希望 今天的 对话 是非常 顺利的 而且 我 我 希望 这个 这个 会议 取得 圆满 成功 非常 感谢 非常 感谢 听传 非常 感谢 你的 贡献 感谢 你的 这个 亲眼 现在 在 准备 我们的 下一步 的 讨论 我想 介绍 德国 会议 的 议员 他会 向我们 介绍 一个 短片 这个 短片 就是 终结 去年的 论坛的 结果 有 请他 跟我们 的 感谢 很高兴 今天参加 我们的 会议 而且 我想 介绍 给大家 去年 在柏林 论坛的 结果 这是 第一届 我们 议会 议员 之间的 一个 回忆 我还记得 这是 很 激动的 一天 因为 那时候 Schultz 这个 宣告 第一次 被 发表 你们还记得 今天 IGF Long Tan 做 一大 进步 因为 他 把 议员 列入到 我们的 这个名单中 IGF的 参与人员 的名单中 我们把 以前分开的 人群 连接在一起 各个 国家的 国会 现在可以 合作 因为 毕竟 我们就是 立法者 因此呢 我觉得 以前 我们 共同的 合作 是一个 缺乏的 部分 而 它是 扑克 缺乏的 一个 重要 成分 邀请 参与者 表达 自己的 看法 我 自己觉得 这个 议员 他非常 接近 利益 有 官方 的 看法 我们 是 立法者 所以 我们 会 采取 所 需要的 决定 然后 实行 部门 行政 部门 它也 有个 重要的 作用 但是 我们 可以 更清楚 地 更明确 地 看 一些 世界上 现在 存有的 新的 趋势 我个人 觉得 我们 特别 需要 政治人 在各个层次 有积极的 参与 因为 如果我们看 全球 上 议员 它是 参加 所有的 最重要的 活动 所以 我们 鼓励 IGF 它是 通过 议会 参与 或者 议员 参与 直接让我们 共同 合作 不要 特别 复杂的 程序 我最喜欢 各国 议会 议员 它是 非常 热情地 参加 我们的 活动 我认为 我们的 合作 所付出的 努力 就是 IGF 气垫中 的 福利 我可以 请你到 非洲 我的国内 因为 如果我们 看一些 秩序 或者 官吕的 一些 程序 它是 包括 我们 所有人的 参与 而且 有必要 各个国家 的 各个街 公司 或者 社会 各个组织 必须 一起 合作 合作 是 关键 的 如果 要 启发 必须 合作 我们不能只看 个人的 方便 我们必须 成为 一个 世界上的 全球上的 民族 我们 合作 需要 这方面的 努力 我觉得 这个 合作 很重要 因为 最好的 代表 就是 议员 过去 有很多 官方 代表 也参加 这种 论坛 但是 我觉得 政府 代表 和 各国 议会 的 代表 他各个 有 自己的 贡献 所以 我不 不 因为 是 这个 犯罪 党的 政治家 而且 我因为 真的有 这种 对这个 事情的 热情 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 一起参加 这个工作 把所有的人 各个意见 就连着 一起 代表 在这儿 这样 我们可以 跟容易的 IGF的 概念 创意到 社会 第一 是 生态 系统 因为 IGF 实际上 是 涉及 普通的 但是 相互 连接的 问题 如果 我们希望 未来是 更好的 我们可以 看待 这些 问题 都是一个 生态 中的 问题 我认为 IGF 加指 是 我们这里 可以 互相 见面 谈 普通的 问题 这些 过去 我们 无法 想想的 问题 现在 我个人 可以 更好 理解 我们在 一个 一个 室内 一起 做 讨论 同样的 问题 实际上 是最好 方法 就是 帮我们 消除 技术人 和政治人 之间的 红沟 我觉得 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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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的 内容 是最重要的 这个 说的内容 因为我们 必须和其他 利益 有关 方 进行 谈判 我觉得 全部 世界的 这个 议员 一起在 IGF 可以进行 谈判 是非常 好的一个 平台 他们的 热情 也可以 可以 感到 我觉得 议会 之后 这些 热情 也可以 继续 保持 我觉得 最好的 合作 方法 是在 这个 IGF 开立 一个 管理 委员会 然后 邀请 议员 参加 然后 德国的 这个 议员 参与 可以有 领导 这个 然后我们都 支持你的 工作 这样 我觉得 我们可以 更好 保持 这个 IGF 2019年的 今生 我觉得 俄国 议会 联盟 它应该 设立一个 技术 专门 或者专题 委员会 这样让这个 联络点 用 IGF 和弗铃台的 精神 合作 如果我们看这个 联络 广 我觉得 实际上 这种人物 可以促使我们的 合作 特别是因为 议员 他也可以 来到 今天 我觉得 我们有一个 热情 我们有一个 动机 我们很愿意 为未来的 合作 所以特别是 如果我们 做IGF的部分 我们是更 愿意 合作 好 好 好,非常感谢Manuel,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德国政府准备这种去年的一个圆桌回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然后他准备我们做今天的回忆,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多看政治人可以榜样的教设, 现在我邀请我们的发言人参加我们的龙汤, 请你开这个摄像头, 有三个人,俄罗斯萨巴托发言人, 还有希望尼迪利亚人也可以,尼迪利亚发言人也可以现在参与, 因为我们没办法测试他的链接, 在Italia的代表还有 Krzysztof Gawkowski, Poland的代表,非常感谢您的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会议, 现在从Margarita Escobar开始, 你先介绍议员有一定的人物, 你也认为各国的议会他必须之间保持联系, 请你思考,请大家思考, 你有两分钟的时间, 请你多介绍一下, 你如何看互联网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议会间的交流, 特别是在疫情之中, 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沟通, 直接见面, 你能否就是说这句话, 说这些先有的限制, 怎么影响到我们国会和人民和老百姓的, 也就是这样的关系。 谢谢您的关系。 非常感谢Andy,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介绍, Manoel,非常感谢这个短片。 如果考虑今年,那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们, 我把这个Jimmy Schultz的这个呼吁的精神, 这个精神我非常非常支持, 因为去年我们参加这个柏林的会议, 这个大流行的这个风采已经靠近, 所以我们离开柏林之后, 马上就会有这个大流行的爆发。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非常关注这个公民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 而且这个新的状态促进我们在我们的议会介绍一些新的法律, 就是说网络作为,就是网络使用作为一个人权, 因为如果我们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使用网络, 那我们让一些人不能参与世界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流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回复老百姓的信任, 就是说通过这个网络的工具我们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我非常高兴,去年在柏林我提到了这一点, 而且今年我们也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Salvador所做的一些举措, 就是笨着这个原则,而且也是非常好的举措。 我觉得还是在现在有非常多地方还没有被网络回击,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所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而且我们觉得目前所面临的大的问题之一, 也是人类之间的亲身的这个接触。 除了这个之外,在网络也有非常多加的信息, 所以这对我们所有的国家的立法机构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我们到现在不明确应该采取如何态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笨着这些人权, 就是网络人权的这个法案, 我们目前想在Salvador落实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强调多关系者的态度, 而且我们必须要一起跟老百姓考虑如何做好更好的法律, 也必须要更好地控制这些家的信息。 谢谢。 非常感谢Margaretta这个介绍。 现在我想请波兰的Kristof先生, 我也想问你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主要想问你, 你觉得这些网络的科技如何能够打建更好的未来。 非常感谢这个介绍, 非常感谢这个对话。 在波兰我们非常支持网络的普及。 这个冠状毛病的爆发, 给我们证明网络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多重要的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才发现了, 对我们日常生活它是多么重要的, 对我们的经济它是多么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宽带网络的这些基础设施做出更大的投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个信息安全, 信息保密, 网客的这些安全。 这所有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大流行的结果, 我们很多生活的方面都被移动到这个网络。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会促进我们的电子技术发展。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也觉得未来这个电子的革命, 未来会造成一些行业, 他们就不会再存在的, 因为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 同时会有一些新的行业发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作的参加者的工作当中, 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基点。 非常感谢。 克什朗普·格沃冠的代表, 非常感谢你的这几句话。 你也参加了去年的这个会议。 我想问一个有关技术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有意思的。 你说了这些 议会对话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议员必须要对面交流, 为什么这个交流是重要的。 对,Andy,非常感谢。 去年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有非常多议员, 而且当时我开始考虑在每个国家, 网络之力是如何达成的。 所以每个国家的议员, 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自己的国家身上, 这些问题, 或者我们在欧洲也考虑欧盟的 的全景。 但是实际上这些议会的成员, 他们并不是经常跟其他的国家的议员 进行交流。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之前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交流。 因为其他国家的议员, 他们有可能也有一样的想法, 或者一样的做法,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不同的。 所以Margherita她提到了, 我们最好坐在一个房间, 我们也是坐在一个房间, 只是在线上的一个房间。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设立更多的 非正式的议员小工作组。 现在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波兰主播方的一些经验, 问他们如何更好举办这样的议员。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要每年一次进行交流那么短时间, 我们最好每年就是全年当中进行交流, 进行一个平时的交流,一些协调等等。 所以Margherita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也非常支持。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密切地保持交流, 而且进行一些概念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使用Margherita的支持和接受她的建议。 我觉得Jimmy Schultz, 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Jimmy Schultz的呼吁, 所以他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IGF这个论坛当中有那么多医院的代表,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时刻。 非常感谢。 对,非常感谢。 对,非常感谢Annie。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 我最近几个月也看到了就是交流的重要性, 我们对其他的话题所做的交流, 现在呈现非常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个建议。 我希望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能够讲这个国会是更接近老百姓, 特别是这些比较贫穷的人或者在边缘的人无法伤亡的人没有这种便利。 非常感谢欢迎各位。 各位同事请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首先想说这个主题它不只是涉及到疫情。 这个两分钟我想告诉各位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非常创新性的组织。 实际上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就是在线工作。 我们也致力于和我们的老百姓再次保持联系。 这不只是我们的党的这个等元, 但是其他人也是这样。 看现在欧洲状态可以了解我们的党的这个方向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时期, 特别是对这个自由民族派,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本地状态,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对政策的疑问, 本地政策的特别是身去政策的疑问, 加上现在的疫情这个情况, 我可以觉得这个自由民族主义派面临很大的挑战。 经常老百姓觉得远离结构或者结构远离他们。 我觉得互联网就是会一个机会使人家能够使用普通的工具更好了解世界, 更好思考世界。 我们可以一个共同的环境。 当然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更密切的沟通。 我希望互联网可以成为连接的工具。 然后这个国会应该是在这个环境之中。 我想说我们的国会, 各个国会应该参加 不同的这个顾问工作小组, 像这个IGF论坛, 还有其他类似的论坛。 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可以提供我们的电子邮政, 可以有助于下一步的这个保持联系。 好, 现在我希望进一步讨论刚才Martin说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把议员和老百姓连接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不平等的情况, 有的人没有足够的便利可以上网。 所以真的假, 你们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怎么能够与人家连接, 因为我们不想要做一些新的高层人, 不想要做这种分开的社会层次, 三亏几遍, 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热情地欢迎大家, 热情地欢迎剧本商。 我很高兴参加我也认为我们的说谈的问题不是暂时或是临时问题。 我们有普通的问题需要拒绝。 我们必须打击各种各样的挑战。 但是会议还有是会它不断地拒绝。 做努力要克服险要的问题。 现在在俄罗斯, 又不是舒适但是失败的人协助医生工作。 我们也使用这个应数信息或者是议员的这个信息。 现在经常有人使用个人的小心车, 想帮助他人都是因为互联网的信息。 都是因为互联网的信息。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种自愿者, 他们就是参加也把一些食物送给老人, 送给议员、工作人员。 我们的国会也有很多支出作为远助资金。 另外呢,我们还有数字平台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机制之中也是在其他国家使用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教育迁移到家里教育。 另外呢,我们也合作与最大的出版社各个政府部门。 这样我们可以成功的保证上课的可能。 因为都是迁移到网络上, 大家可以上网和看。 当然我们是用俄语进行讲课。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然后我们有从最小到高中所有的课程都可以。 都可以访问。 另外呢,我们是用电视。 因为我们国内的电视这个是有90%多的老百姓每天早上看电视。 因此我们也是用这个时间给大家30分钟的课程。 是最老的就是对高中讲课。 我觉得其他国家也可以使用这种解决方案。 在线教育。 当然是或者遥控教育。 当然是一个国家要考虑的一个可能。 但是这个也要国家要监督的一个。 我不知道能否翻译英文。 但是我们说, 酷了之中, 酷了, 酷了, 酷了成分有助于得到幸福。 。 所以, 我觉得现在也是这个资源者是帮我们克服疫情。 可以说, 由于疫情的这个贡献, 而且我们就是成功地把教育遷移到在网上。 所以我这里主要的, 这个使用的网络的方面, 我想要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会议, 各种各样的沟通, 都是通过这个互联网进行的。 而包括这个音乐会也是。 现在我们也是用互联网广播, 无线广播的音乐会。 因为它是非常流行的。 所以我没有, 还没有说我们所有的, 所以给社会的支出, 但是下一次如果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做更多的介绍。 所以最后我先说, 说了好事情, 但是到后还说一些负面的方面。 我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我想要提及。 有一些负面的趋势。 很可惜互联网中因为有这个数字化, 因为有疫情出现。 一个是这个互联网犯罪。 在俄罗斯我们有具体的统计。 我们六个月的这个网络犯罪, 犯一犯。 所以可以说在俄罗斯, 犯罪的一半, 犯罪这个全部数量一半, 就是涉及到网络罪。 意思是说这个犯罪行为, 包括欺诈, 滥用, 或者是非法进行个人账号, 套窃钱。 所以我想要呼吁大家, 请你主动的和各方合作, 打击这个网络犯罪。 因为大部分的犯罪行为, 在俄罗斯, 它的起源不是在俄罗斯。 这些罪犯, 我们无法对他们执法。 是其他官方所在地的罪犯, 侵害我们国家老百姓的利益。 而且, 这也是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公民, 它也是受害。 很重要的, 就是打击这个网络犯罪的东西, 是联合国大会议采取了一个宣言, 涉及到这个信息的防护措施。 这是俄罗斯的长意。 现在, 我们也有一个草案, 这是一个共同协议的, 就是打击网络犯罪的一个训练。 所以, 我希望这个草案可以获得共同讨论。 我们可以编辑它, 可以使它的内容更好。 然后,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资金, 可以更好打击这种罪犯。 所以, 你们可以说, 互联网不只是帮我们有更好的沟通, 不只是使国会与人民有更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特别是涉及到疫情。 可能这些趋势现在得到扩大或者扩散。 所以, 我们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才可以反对这种趋势。 如果你们有问题, 我很高兴地回答。 非常感谢。 我觉得做总结, 可说, 我们刚才有一个非常繁复的有趣的讨论。 可以说, 网络它有负面还有好处。 很多人可以说这些问题。 现在我让我的同事对全部的论堂做总结。 非常感谢。 我一直听各个人的这个议见。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觉得你们的议见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有很多题目是共同题目。 。 我觉得大家的意见是说, 疫情是一个对人类的悲剧。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悲剧也有一些好处。 比方说, 数字化, 它是成为一个现有受要讨论的一个题目。 。 当然还有一些负面方面。 网络犯罪还有网络卫生。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更好了解对这个在线工作的健康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 有重要性的问题。 我们现在, Bordapest的公约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公约。 大家可以参与所有的国家。 现在联合国开始一些活动。 我们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时间。 联合国可以更主义。 数字化。 电子化。 我现在很荣幸。 在这个数字化工作小组工作。 如果我们考虑区间的合作。 我觉得我特别欢迎这个产议。 所以我们的国会的议会可以保持更密切的工作。 因为我们经常说, 企业家共同合作。 或者是不同的部门、政府建的合作。 但是我觉得议员毕竟是被选的。 所以它当然可以有更密切的合作。 所以今天我代表欧洲会议。 同时也代表自己的国家。 我们从30年已经使用数字这个改革。 我们是使用开放式的完全透明的社会的便利。 我们是在线投票。 但是这个是如果政府和公司之间有信任。 如果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有一定的信任。 这是可能的。 如果缺乏这种信任。 我们的老百姓无法充分利用数字化的好处。 。 怎么建立信任? 这当然要建造这是政治家很了解的一个题目。 我代表欧洲会议。 我想要表示很高兴。 下一个预算。 我们把一定的支出给这个数字化项目。 分配给这个项目上。 无论是我们想要保护人权。 在线保护人权。 或者是我们要关注其他相关问题。 我们都安排了一定的资金。 当然还有很多主要话题今天也可以听取。 但是我说一句话。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 虽然不是直接的。 但是也给我们一定的好处。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舍心的说话。 也保持时间积虑。 我觉得互联网它是我们以普通的角度看民主。 现在有你家的剧院代表。 我们可以很短的对上一次回忆做总结。 所以请的欢迎各位。 很高兴给大家招呼。 去年。 去年。 我们也有机会参加。 柏林的会议。 在德国。 在德国。 我必须表达。 我必须表达我们作为议员。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了解。 更好了解社会和经济的北京。 。 因为上网的可连结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明确知道有的国家它无法上网。 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有这个问题。 还有卫生的问题。 特别是疫情之中。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卫生系统的安排一个模式。 因为很重要的是这种健康服务是免费的活佛。 另外呢。 我们现在的环境。 工作环境。 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 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定的卫生部门这个系统的协调。 。 像尼迦拉贵。 我们的老百姓百分之四十是住在农村。 然后, 市民百分之八十是参加这种绘色市场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能简直关闭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们不能封城。 国会要记住这个问题。 而且有相关的政策。 不能愿意试试。 所以必须找到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边能够不断的开发我们的经济。 这是国会必须了解到。 我们不能不上班。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式。 现在是在线上班。 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联系。 我觉得网络和互联网可以给我们一定的支持。 昨天已经有人提及。 我们不只是这个国会议员之间可以保持联系。 但是我们也可以和各个国家的会议保持联系。 或者和所有的利益有关方法保持联系。 我们这个中美洲我们有自己的加利拉圭的国会。 但是我们还有这个中南美的大会。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这些联系。 我们也有国际级的联系。 需要保持。 下一个主题是我们怎么利用技术。 当然技术是关键的。 现在我们的沟通也是关键的。 为了这个能够咨询个人的意见。 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新的立法草案。 我们必须进行讨论。 必须进行咨询。 但是我们无法和人自己交流。 所以必须上网。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国会回忆。 是通过电视台得到广播。 或者通过网络得到广播。 广播。 这样我们可以再加强对国会的信任。 。 我们部分的工作已经数字化了。 还有记住多元化。 。 我们很多的议员需要防疫能够完成工作。 因为我们的在这些多元国家。 。 我们如果想要和社会沟通。 需要通过反应。 我觉得。 疫情后我们可以回去。 就是传动的。 在室内的活动。 但是我们应该保持对卫生安全的注意。 。 我们还要使用本地的广播电台。 我们不能依赖互联网。 因为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无法上网。 我这里住的是离这个農村地区。 缺乏基础设施的地区。 另外呢。 现在。 因为。 俄罗斯。 同时。 所说到的就是。 网络犯罪。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 解决案。 有一些法律。 控制或者克服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必须尽快的采取这种新的。 法律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 是怎么学习。 这种对网络的知识。 我们可能需要更年轻的议会。 这个语言。 但是无论他的年龄如何。 所有的语言。 他必须学习相关的知识。 他必须能够学习相关的设备。 因为。 也许未来。 会。 出现相关的。 类似的情况。 或者是。 疫情。 呃。 可以保持。 比较。 长的时间。 所以。 呃。 我觉得这个网络犯罪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 所以很高兴今天也提及了这个问题。 。 呃。 我们需要呃。 呃。 呃。 我们的各个议会之间有更多的沟通。 呃。 呃。 我们可以互相了解我们的立法系统。 呃。 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呃。 呃。 然后需要一个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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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不断地分析呃。 这些问题因为它是成为。 更广键。 而且就在全世界上呃。 成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未来呃。 呃。 呃。 ء。 入手机数。 可以更依赖。 呃。 最后一句话。 。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参与。 呃。 呃。 我国际公约的工作 无论是涉及到 网络防水或者其他 因此我们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 我觉得你总结我们对话 总结得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目前 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而且我们必须要团结 考虑这些问题 不是每个国家 单独考虑 现在我们要 短短 总结 所以现在我想请 每个国家的代表 你们 自愿想承担 什么样的承诺 就是在这些 对于这些挑战 你们会承诺 什么样的承诺 就是总结 你想承担的一个承诺 一分钟 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还是听不见你了 现在可以的吗 可以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 就是说这个新人的信念 不只是需要一个好意向 我们需要加强建设新人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对抗 汇率 我们必须要在这些 线上安全系统 就是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而且未来我们觉得 我们要求联合国让我们一起工作 就是为了为了保障每个世界老百姓的一个 就是网络的介入 因为很多国家的老百姓还不能使用网络 我觉得 我们还要 基于新的 对发展的态度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教育的问题 因为目前的这个期间 它对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我已经说了 我非常非常看重网络所带来的这些便利 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国家 像我们Salvador的这个国家 但是还有一些危险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会看待我们的历史 那历史是什么呢 是过去吗 还是历史 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把历史 就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看为历史 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在其他的人身上 不只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我们就会达成非常好的未来 而且我们完全非常利用这个 这个Internet网所带来的便利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想在 在Salvador当地的一回 努力工作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的承诺就是我想支持 这个国际网络治理方面的合作 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多多合作 非常感谢 Margarita 非常有意思 非常感谢 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些词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孤立的 现在 Marker Hoffman 你能不能说你自己承诺做什么 或者德国的议会承诺做什么 但是请你简短的说 谢谢 对 就Margarita所说的 我觉得国际合作的 国际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一起 一样的看待 这些我们面临的那些大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交流 或者相互学习 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分享经验 多交流 如果我们能够一起讨论 这些所有的题目 而且根据这个平等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能够成功 我自己作为这个德国议会的电子工作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我也想鼓励和促进我们非正式小工作队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议会议会议会的аго ihm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多设立这个非正式的小组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伊员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电子 电子化的这方面 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 汇集我们的国家 所以说我们 我们应该 使用网络应该利用网络 让我们的 潜力能够越来越大 而且让我们能够 尽快在 在现实 开会在现实间里面 但是目前我们有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在线上见面 所以这是 这也是非常宝贵的 事情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Emmanuel Emmanuel Hofferlin 我听到这个 非常有意思 Mario Fantanati 我想请你 我想请你 介绍一下 你的承诺 我也想请你 也提到一些 有关老百姓 或者公民的一些关系 我觉得这个题目 是非常重要的 我同意 我们一起 必须要 必须要 尽量寻找一些 共同的解决方案 但是电子方面的 的合作是非常 基本的 我觉得我们 实际上 实在必须要 必须要加强 这方面的合作 不只是 政府的机构 也是私营公司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能够一起行动 那我们一定会达成我们所制定的目标 每一个议员 每一个议员他可以建议他的国家的政府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因为网络 因为网络它是 它是未来 而且不属于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 网络是共同的 所以 每个国家的政府 每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和公民 他们有权利 但是也附带着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方面 多交流 非常感谢这句话 所以想请 Bangladesh Hasan先生 Hasan Haq先生 你是否能够简单的 跟我们交流 对 我 对 我今天所听到的 之一 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危险 因为 网络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大流行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状况 但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预测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考虑 如何能够让这个技术 适应我们公民的需求 我所说的是 涉及到 线上教育 线上医学 线上办公 等等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必须要一起考虑 如何能够开发 新的一些应用 而且 目前也有第四个 第四个工业革命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 最近新的变化 如何 涉及到这个 这个革命 所以我们的 所有的系统 他们也必须要 必须要 跟这些新的应用 融合在一起 而且在我们 在我们政策中间 必须有人 所以我们 考虑什么新的 法律规定 等等 我们必须要 考虑到老百姓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 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每个国家的议会 必须要非常非常快的反应 因为我们必须要 马上就解决一些 国际的罪犯 所带来的问题 而且 目前在网络 还有一些新的行业 我们也必须要 想出一些新的法律 就是规范这些行业 所以这个 这个议会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今天有人提到了 网络的使用 应该作为一个人权 所以每个政府都 都应该保证 每个公民都能够 自由地使用 这个网络 因为这个是 人权 而且我们觉得 在这个新的情况 很多政府都没有 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不管是 线上教育 线上医学 线上办公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网络的使用 把这些网络的使用 为一个人权 所以在这所有的领域 网络的使用 是非常基本的 而且我们必须要考虑 如何我们能够 使用网络 来减少不平等性 那我大概说到这儿 我只想 集中在这几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 明记 我们目前处于这个 第四个工业革命 因为目前 我们会有一些 更多的机器 使用 所以我们觉得 必须要考虑 如何规范这所有的东西 而且我最后想说 我们所住的这家 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 透明的家当中 我们都必须要 非常看重安全的问题 和隐私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达成 安全的网络这个目标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所说的非常对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 我们的会议的 非常好的总结 如果我们谈 我们谈这个保证 保证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请 Francesco 说几句话 我叫 Francesco Berti 我是意大利的议员 我也是五星的代表 我再次想感谢 IGF主办这个会议 那有人请我 就是考虑到 线上教育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寻找 更多的年轻人 在这个线上教育 做出什么贡献 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听到我 所以我现在想说的 我们在意大利 如何我们看待 这个线上教育 因为目前我们这个教育的电子化 对意大利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想教育我们所有的领导 就是教育他们 关于这个电子化 这就是一个电子教育 我们还有在这个议会 还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就是假信息的教育会 就是委员会 因为我们觉得假的信息 是对民主主义是非常大的危险 因为很多人是用这些假的信息 来破坏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社会 而且在这个电子教育当中 我们也要教年轻人 他们如何就是 很好的对待他们的 其他的公民 现在在美国有周拜登 他会作为一个新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未来 这个世界上多方的合作 会有新的发展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会在这个电子创新方面 进行个密切的合作 我觉得意大利是个好例子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也有 这个电子创新 实际上不是一个科技的问题 是这个普及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的组织 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税务 因为目前有很多这个国际的技术公司 他们想出自己的规定 自己的规则 而且我们作为议会 也目前对他们没有什么控制 而且这些电子的平台 他们目前已经存在 所以我们为了达成公平的这个状态 我们必须要想出什么新的做法 因为目前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平等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多方合作当中 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 从这些大的公司征税 我觉得在欧洲对于这个隐私的问题 或者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我们也想处境其他的国家 也采取这方面的有效的措施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看重那些连接 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些平台 我觉得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为了达成信任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定 就是立法的作用 而且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控制 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控制 如果我们对网络没有控制 那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老百姓的信息安全 非常感谢今天的会议 谢谢 非常感谢 Francesco 你的这个说法是有非常强的一点 需要强调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现在我想要邀请 Kristof Gavkowski 就是代表波兰的国会 然后介绍给我们一些结果报告 就是在会议之前准备的一个文书 然后他对IGF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文书 然后你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文书的内容 但是请你大概的介绍内容 非常感谢 讨论很有趣 非常涉及我们的这个主题 感谢 Alexandra Maria Hacker 他说网络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批养的角色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打击这个犯罪 未来我们应该保全 我们有更安全的生活 更安全的环境 国会 他必须连接 组织一些人 共同合作 我们 必须有 普通的单位 普通的组织 一起合作 很可惜 现在我们的合作不充分 我希望 未来可以改善 因为 未来就是依赖 多边 受益 有官方的合作 所以 我觉得 我们这里 会有一个建议 告诉大家 我们要共同建立一个 开放式的一个共同世界 好 我只是想要强调 这个网络 是采线可以 看到的 所以你们可以连接 我们这里 或者 连接 办公室 然后我可以给你提供 具体的信息 所以 我觉得 90分钟的时间 特别有限 我觉得 上个小时 是跟 适合的 会议的时间 但是 今天 我已经注意到 我们 我们 作为 这个 国会的 议员 我们有一定的 教授 可以 奔扬 我们的 任务 是特别 特别重要的 议员 是立法者 他是 就是 对政府 作为 这个 这个 文字 文字 机关 所以 我觉得 今天 我们就是 能够 了解 一部分 我们人物的 重要性 当然 各国 也会 联盟 从 早期开始 从初步 开始 我们是 日理 就是 发展 合作 现在 我们 经由 两年的 时间 我们 就是 自力 把 所有的 参加人 连接在一起 现在 可以使用 最新技术 另外呢 我有些 详意 也 和我们 也有关系 我今天 我今天 作为 主持人 作为 主持人 可以说 技术 是一种 工具 有时候 可以克服的 有时候 需要 多更多的 努力 才可以了解 所以我觉得 疫情之中 它有一定的 作用 今天 在做总结 我想要 感谢 大家 的参与 特别是 发言人 玛丽娜 卡罗兰 然后 他们 是 刚才 发言人的 我希望 下次 我们有 足够的时间 可以跟充分的 讨论 我们的问题 但是今天 我也很高兴 也很荣幸 可以参加 然后希望 你们可以提供 更多的 贡献 请大家 就是 保持 联系 表示自己的 意见 然后 帮我们 更好 建立 这种 意愿的 网络 我希望 未来 我们可以 在 一个屋子里 进行 直接的 谈判 希望 明年 但是 现在 无论 情况 如何 我们要 保持 联系 因为 我们 真的 可以 完成 很多 的 任务 非常 感谢 联合 国 的 秘书 秘书 长 所 做出的 这个 签言 然后非常 感谢 所有的 剧板上 技术人员 帮我们 完成 今天的 会议 今天不是 最后的一次 但是 不是 最后的 回忆 我希望 大家会有 非常好的 晚上 谢谢 大家的 参与 感谢 各位的 注意 快见 吧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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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 楼 你们 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